欢迎收看生命的远真 聚焦东非大迁徙 我是舒孟岚 四季更迭改变地球的模样 也创造出伟大的自然奇观 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场景 就发生在东非的大草原 每年七八月 有两百万头的牛铃和斑马 会顺时针绕行坦少尼亚和肯亚 路船长达三千公里 但途中会遇到各种食肉者的埋伏 被称为是地球上 最惊心动魄的生命里程 我们这次前进东非大草原 从空中 陆地和水面 直击地球上最壮阔的奇景 动物大迁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月 东非的马拉河畔 此时正弥漫着一股 肃杀的气氛 伺机而动的肉食者 垂涎等待着 徘徊在岸边的大餐 黑尾牛铃 尽管前方危机四伏 但牛铃必须往前冲 铃之渡河 欲尽重重 牛铃为何要这样 勇猛地挑战死神 三千万年前 地壳板块运动 非洲大陆再次撕裂 重生 造就这条陆地上最大的断裂带 东非大裂谷 裂谷两侧 断臂悬崖 山乱起伏 非洲最高峰 吉利马扎罗火山 山峰雪线超过五千公尺 火山喷发的矿物 千万年来 飞沃了两侧的平原和湖泊 这一带 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方 气候温和凉爽 雨量丰沛 野生动物都选择在这里栖息 其中在坦上年雅的赛伦盖体平原 风吟的水草 更吸引上百万头的牛铃 和斑马聚集 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 草食动物举会 但分散的水域 干世纪的更迭 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为了生存 动物们必须移动 这也是非洲米亚的 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 每年的七月底 随着干旱来临 黑尾牛铃和斑马 大约两百万头的草食性动物 就会从坦上米亚迁徙到这里 寻找水源和绿草 牛角 马面 一声常染的牛铃 深知大自然的每一个微小变化 它们甚至可以听到 五十公里之外 轰隆作响的雷语声 六七月 当非洲烈日 烤干了赛伦盖体平原 绿草被吃得差不多时 饥饿就驱使着牛铃 跟随着师徒气息 隆隆北千道相邻的 肯压马赛马拉草原 等到十一月雨季来临前 再回到原居地赛伦盖体 就这样年复一年 本能的召唤之下 百万牛铃追逐着雨水和绿椅 顺势针方向 缓缓绕行坦上米亚和肯压 这是一场长达三千公里 史诗般的大迁徙旅程 牛铃修长的体型 非常适合奔跑 但在这场求生的赛跑中 他们并不孤独 二十万头的草原斑马 是迁徙大军的先锋 他们先用牙齿 扯去粗硬的草精夜间 底部新生的嫩草 留给爱短草的牛铃 经过牛铃啃食 吃肥过的草原 嫩草再度发芽 就正好是走在后头 大约三十五万头凳铃的美食 没有时钟 没有组织 一百五十万年来 百万头的草食动物 成群合作 跟循着前辈费洛蒙的痕迹 一头接一头 越过年延不绝的永恒大地 但长达三千公里的大迁徙 绝对是场 关乎生死存亡的远征 牛铃门得和大自然斗志 最严峻的挑战 就是马拉河 上万头牛铃在河边集结 一场骤降的大雨 驱使着它们渡河 寻找新生绿意 但恐惧也在空气中弥漫 年轻成员不明就里 只有本能地跟随群体 但有经验的前辈们却愁躇了 因为它们一定还记得 在渡河点等待的 是它们永远跑不赢的死敌 你现在所看到这一条河 就是马拉河 也是整个东非动物大迁徙里面 最著名的一个场景 因为数百万头的黑尾牛铃 它们从坦上尼亚 要迁徙到肯亚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这一条马拉河 但是河里面却充满了数百条的 饿了一整年的尼罗河鳄鱼 而且在岸边的树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秃鹰在虎视眈眈 它们都会趁着黑尾牛铃 在通过河的时候攻击它们 因此这个渡河的场面 是相当的惊险 黑尾牛铃也面临 它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这次大迁徙 它们能不能成功 我们即将见证这伟大的画面 奔腾 跳跃 奋力涌入无情的攀疾河水 在饥饿与狂居的十字路口 在生与死的交界上 百万头牛铃兵分多路 生死关头下的挣扎呻吟 合奏出这只地球上 最壮阔的生命交行群 但惊艳老到的鳄鱼 立即锁定目标 那是一头被树枝卡住的小鹿 中文铃兵分多路 高地上严重大口 经过这场血腥洗礼后 幸存的小鹿鹿将变得更强壮 更睿智 只是多数成功者背后 可能是少数成员 疯狂地隐落 这头牛铃 在下坡过程中摔断了腿 同伴们成功渡河 他却腿倒在地 更令人担忧的是 陪伴他的竟然是他的死地 我们一度以为 跛脚小牛铃试图逃走 却没想到 他一步步向死神逼近 他嘴巴张开了 天哪 鳄鱼嘴张开了 张嘴又合嘴 这只母鳄露出锋利的牙齿 似乎在对小牛铃发出严厉警告 一头没立即逃跑的跛脚牛铃 一只没大块朵鱼的凶猛鳄鱼 竟然反自然地僵持好几分钟 我们不太懂 为什么这只黑尾牛铃 要靠近它的敌人鳄鱼 可以看到鳄鱼的嘴巴已经张开 小牛铃鱼 Please don't go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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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t's playing a Russian roulette 或是有什麼樣子 小牛鱗終於嗅到了死亡氣味 不再前進 但他到底在想什麼 是出生之毒 天不怕地不怕 還是跛腳之後 對生命放棄的自殺行為 這恐怕是史上第一隻 如此靠近鱷魚嘴 卻又能活著的幸運兒 這是最有趣的 因為最多的時間 我們看到牠們被刺激在水 但現在 你能看到兩隻的距離 是少於半米 這是非常有趣的 不幸運兒的獵物 因為無論如何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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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牠牠牠沒有牠牠 牠牠牠牠 很滿 Mole 非常貪彷 祕是自己很貪片 一犯折騰 小牛鱗任命倒地 無妄等待生命的鏡頭到來 而站在岸邊的我們 更是無名為例 只能接受這大自然 物盡天責的殘酷邏輯 大遷徙 是一趟弱肉強食的淘汰之旅 牛林們面臨的挑戰 一波接一波 因為知道牛林遷徙時中的 不只有樂於 馬賽馬拉的食肉動物數量 超過非洲任何一個地方 此刻這片豐美的大草原 就是他們的天堂 東非動物大遷徙 是草食性動物為了生存的旅行 但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肉食性的動物 跟隨著牠們趁機練捕 你現在看到這個牛林的遺骸 就是最好證據 草原之王狼吞虎咽地享受牛林大餐 擱取獵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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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 血腥又殘忍的画面 是达尔文主义的极致呈现 尽管牛林伸手矫健 全力奔跑的时速 能到达80公里 但满山脱队 少了群体庇护 依旧会招致杀生之火 花豹会在长草掩护下 潜进猎物来一个突袭 然后把猎物拖上树梢 慢慢吃 防止狮子或猎狗抢夺 草原上永远有多双垂涎的眼睛 落单弱小的动物 就会吸引饥饿的曝光 在我们前方大约150公尺左右地方 有三只年轻的猎豹 可以看到在距离他们不到100公尺地方 却有两只野猪 显然不知道现在猎豹正在盯着他们 我们现在在观察当中 随时准备要捕捉最精彩的镜头 这个季节的猎猪是相当宝贵的猎物 两只小猎猪天真无邪 丝毫没有察觉 危险一步步逼近 现在现场可以看到呢 其中一只年轻的猎豹 已经开始慢慢地向两只野猪靠近了 猎豹 然后因为某种因素停止了突袭 两只小猎猪落荒而逃 捡回小命 三千公里的迁徙路途 上演只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 但影像挑战 似乎出自天性 对动物而言 迁徙之旅 除了是季节性的雨水朝圣远征 也为了繁衍种族 大腹翩翩的母长颈鹿尾部 有两只小脚挂在外头 担心在生产过程中 会被掠使者伏击 长颈鹿的出身 有着智慧型的设计 妈妈会站着生产 新生儿将从约一公尺半的高处 掉进这个世界 长颈鹿小贝蜜 长颈鹿小贝蜜 在这一片广阔的东非大草原上 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 女长颈鹿诞生小贝蜜的过程 这也是动物大迁徙当中 最令人感动的一刻 但就像其他在草原出生的小牛铃一样 长颈鹿宝宝必须在出生之后几分钟 就得学会站立 因为肉食动物 很快会被四周弥漫的荷尔蒙吸引 不快点上路的新生儿 将沦为大猫的移动响宴 妈妈用蹄不断地催促着 以用头温柔地叮咛着 Baby似乎感受到母亲的鹰鹰期盼 跌倒再爬起 南山雪步 因为她知道 必须为自己的未来 踏稳虚弱却关键的脚步 每年在这片草原上 短短三个礼拜 就会诞生五十万头新一代牛铃 但每六头牛铃宝宝 有五头活不过一岁 只有健壮和幸运的新生儿 才有资格继承这场 生死交关的接力赛 行动就是生命 他们一出生 就加入地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追逐甘霖 绿意而迁徙 为了生存繁衍而奔驰 尽管途中充满无数害人的死敌 但他们拒绝屈服 他们迎向挑战 隆隆提升 卷起东非赤道的滚滚成土 在大草原上刻画出人类 难以想象的奇迹 这场生命赛 这出生存实施 将如同转动的地球 周而复始 永无止旗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真 聚焦东非大迁徙 三千公里的移动旅程 牛林会面临无数天敌 但没想到 在一旁记录拍摄的我们 竟然也成了 食肉者觊觎的对象 以上的画面 是完全真实的记录 高度进化的肌肉骨骼 完美律动的体态线条 从零加速到100 只需要4.3秒 最高时速可到120公里 猎豹是陆地上跑最快的动物 它通常会匍匐接近猎物 在30公尺内展开致命追逐 最后用尽锐的牙齿一口咬断动物的喉咙 猎豹对比它们体型小的哺乳类动物最有兴趣 像是小牛鸣 等鸣和野兔也包括人类 因此猎豹是非洲最凶猛的食肉者之一 被称为草原杀手 这三只猎豹是兄弟党 广阔无遮蔽的草原 正是他们狩猎的地盘 但听解说员说 这两天一无所获 三兄弟击乘不入 原本睡眼心松 突然一只起身了 另一只开始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近 一松这里他走进来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画面 一个抱头从车顶窜出来 猎豹上车了 立爪弄得车顶嘶咋响 航关旅客轻声尖叫 但我们强装镇定继续拍摄 他想想想想要进来 就放鬆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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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 另一隻豹也上來了 我現在可以看到 有另外一絲獵豹 對我們的車子也非常有興趣 現在 也爬到我們車子上了 而我們的攝影機 現在還是持續地在拍攝它 這兩隻獵豹 對我們的車 非常有興趣 現在有一隻獵豹下去了 現在還是那一隻獵豹還在我們的車上 這隻獵豹 牠現在又到我們的屋頂上 這隻獵豹 這隻獵豹之所以想要上我們的車頂 其實它是想要得到比較好的視野 你需要看到嗎 銳利眼神 鋒利牙齒 抱頭距離我們只有幾十公分 車內一共六個人手無寸鐵 更沒有獵槍護身 獵豹當前嚇得發抖 卻不敢吭一聲 我需要說 你需要看到嗎 一陣東張西望後 沒想到這隻獵豹竟然在我們車上解放 你需要看到嗎 我很害怕 請不要看我 請不要看我 現在這隻獵豹 第二隻獵豹要跳上我們的車頂了 其實我們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很害怕 獵豹都會對我們有興趣 現在我們 我和攝影記者陳醫生 正在經歷我們人生當中 幾乎可以算是最驚恐的一次 天啊 這隻獵豹 它竟然在我們車上面尿尿 這就是野生動物 你永遠不知道它要做一些什麼事 這就是野生動物 對 獵豹終於下去了 我們安全了 我們安全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金剛他的獵豹的尿尿 竟然在我們鏡頭上面 我身上都沒有 然後我的攝影記者 他陳醫中身上全部都是尿 獵豹的尿 我們剛剛真的 我的衣服也都是 這裡 我們真的是經歷一個人生當中 還有我們整個新聞採訪生涯當中 最驚恐的一刻 竟然有兩隻獵豹爬到我們車上 然後我們差一點變成他們的大餐 有跟我們一樣重生的感覺嗎 有有有 剛剛我跟你講喔 真的是我這一次看中覺得最可怕的一個 因為我進行那個獵豹大概只有一公尺 真的是很可怕 就是看到那個頭伸出來 然後那個腳伸出來 我那麼怕說 他那麼一跳下來就到我身上去了 兩隻獵豹從上車到下車 短短七分鐘 感覺卻像過了一世紀 但就在我們以為自己死裡逃生的同時 三兄弟竟然再度靠行 三隻獵豹圍著我們的車子打轉 擔心車子發動會傷到他們 我們只好留在原地 卻也無處可逃 請走 請不要 顯然獵豹沒有聽到我們的心聲 第三隻上車了 他又要上來了 他又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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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這個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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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前面 這隻獵豹現在住在我們的引頸蓋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獵豹 對我們這台車子沒有興趣 他又上來了 又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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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獵豹又到我們屋頂 這裡 這裡 這裡啊 對 他現在 一直獵豹站在我們的車頂上 我們現在 完全不敢動 因為這時候必須要保持冷靜 所以我們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你們可以聽到他的腳步聲 天啊 他現在臉朝我 他真的 頭是正在上面 好嗎 好嗎 他要下來 他要下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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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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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下來 我可以說 他不願意 Ele 還可以 那 我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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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 我盯著 我盯著 你保持 我盯著 攝影師很害怕 我們都非常緊張 停,停,沒關係 他說你可以轉 但他又回頭了 停,停 他說你可以轉身,你不要跑 真的嗎?你拍就好 我拍就好 你的抱就在我們身上 距離我們大概不到一公尺 怎麼看 終於下去了 獵豹三兄弟走遠 我們總算脫離險境 近距離接觸肉食動物 我們個個嚇得一身冷汗 但為何獵豹不怕人類輪番上車 而餓了兩天的三兄弟 又為何會放過眼前大餐 可能媽媽經常做的 所以他們會學到媽媽 因為當他們的小孩 他們會學到媽媽 看著她的媽媽 做了什麼他們做 這些駕駛給他們 他們的支持 他們跳到這裡 然後他們有機會 走到這裡 所以從這裡 他們走到這裡 然後從上 他們可以看到 很廣角的 他們的樣子 對他們 很幸運 一人的一人 都被泡 以為他們 所以這是原因 為他們繼續回復 你能看到这些人的尴尬 其实你能看到什么他们做的 他们已经有尴尬了 他们已经有尴尬了 这些尴尬的尴尬 他们有尴尬 这些尴尬 你能看到他们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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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多多 所以你能看到他们的尴尬 不完全不在意 他们很想找到 他们能看到他们的尴尬 你能看到他们的尴尬 有没有能力 他们没有进行车里 没有 他们没有攻击人 他们没有攻击人 他们的尴尬 人们的尴尬 我讲这种经验 因为我们学习的行为 那是我们学习的 因为如果是猫 或是猫 我会不会让他尴尬 与猎豹三兄弟的近距离接触 惊险万分 也永生难忘 从旁观者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得出猎豹身形的巨大 如果其中一只受性大发 我们也只能任暴宰割 但其实猎豹的生存环境 比我们还要危险 出生不久的小猎豹 通常会被狮子屠杀 每二十只只有一只存活 加上猎豹不吃接来食 只吃自己捕猎的动物 但常有狮子 猎狗 狐狼甚至秃鹰 半途拦截 抢走他们的食物 种种原因 都让猎豹生存艰难 全球现在只剩下一万两千头 属于冰围动物 我们所处的马赛马拉草原 更只有五百头猎豹 猎豹上车也许是和人类的互动 但也或许是我们这些游客 侵犯了他的生存领地 打扰了三兄弟的猎食 因此上车给予警告 警告人类 他们才是这片大草原的主人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 聚焦东非大迁徙 非洲动物追逐雨水 年年移动 而位在南非国境之内的小国 赖索托 国际上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除了贫穷之外 就是青壮人口中 有一半都感染了艾滋病 而此刻这个国家的人民 也正面临和动物们 一样的缺水危机 女孩怎么用力打水 桶子里却没半点动静 这口水井距离她家 有五公里远 走路来这里花了大半天 过了半小时总算接满一桶水 但旁边的孩子不知道要等多久 赖索托是位在南非境内的国中国 四分之三土地都是高地 可跟面积只有13% 地面河流湍急 水资源都集中在山上的湖泊 却没有饮水工程 一到冬天就无水可用 烂索托境内都是1900公尺以上的高地 有的还会到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因此在这里随时随地 都是刮着这样的强风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温度会到零度以下还会下雪 可怕的是一到冬天就会闹干旱 像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原来是一条河流 但现在不剩一滴水 这里同样原本也是一条河流 你可以看到现在还剩下一点点水 因此这一家人 他们走路走了30分钟 把所有的衣服带来这里洗 没有水 我们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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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年干旱 农民得看天吃饭 但贫瘠土地 却只能种出耐旱的玉米或高粱 可是新鲜玉米 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奢侈 玉米得经过风干 磨成玉米粉 加水膨胀好多倍 成为八把才够吃的饱 有些孩子实在饿得受不了 就捡路边的红土来果腹 莱索托是被联合国列为 严重缺粮的国家 干旱与饥荒 让国家所有建设 包括柏油路 都靠他国原建 用当地沙盐堆砌出的几间石头屋 是一所小学 全校165个学生 却只有七间教室 这场是小学三年级的英文课 可以看到这个教室真的很小 而且全面都是石头搭建 可是没有电也没有水 但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就容纳了二十多个小学生 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光是屋顶 是用铁皮搭建的 可是一旦下雨的时候都还会漏水 然后这个教室里面 也都是石头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看到他们的教室桌椅 就是一些破烂的木头 还有铁架 然后小朋友的书包 也都是破破烂烂 这里就是赖祖座的小学 味道一样 环渠 并渠 无垑 所以 它是这样的 所以你能做什么? 我们不能学习 我们不学习 我们站在那边 等待到几乎几乎几乎 几乎是几乎 有时候我拿着帽子 我开了 然后我叫其他学生 他们来到我 我们开了 然后我们学习 藍天 高山 美景 賴索托曾自詩為是 最接近天堂的國度 但眼前所見 是一個荒漠悲慘的石頭國 這是你之前的房間 那你睡哪一邊 這個 你睡哪一邊 霞窄小屋裡是九歲的天際 和姐姐之前的妻生之所 她的父母親都過世了 只剩下阿嬤 那阿嬤又自己沒有辦法 照顧那麼多的孩子 只好讓我們衷心來幫忙照顧她們 天堂有三個症狀 但現在只有三人都離開了 她不能站著長時間 她要坐著 她也能看得很好 就是阿嬤腳也 是催化 然後眼界看不清楚 所以沒有辦法照顧天堂 天堂和天際三個月前 也和賴索托多數的孩子一樣 住在沒水沒電的土屋裡 但現在他們將面臨另一種人生 荒漠裡的中式建築 這是台灣人愛心木款成立的孤兒院 不忍心石頭國的孩子疲病交迫 因此收容一百多位 像天際天堂一樣的孤兒 吃飽穿暖有水可用之外 這間孤兒院有更長遠的目標 九成法表 一八八 一九九 一朵花 一朵花 我愛媽媽 我愛爸爸 我愛爸爸 學校基本課程除外 還得學習中文 孤兒院的理念是從根改變 收孤兒不是給他們吃給他們住 這叫做收孤兒 最主要是應該就是能夠教育他們 讓他們有一個更優質的下一代 因為只有優質的下一代 將來的這些孩子們長大以後 他們能夠為他們自己的這個國家 為自己的社會 為自己的子民去著想 所謂這個黑暗大陸的這個魔咒 也才有辦法去去除 一息歸 善難去 他們的物資很缺乏 所以他們會很珍惜 你給他的一點點的東西 可於時間打少林功夫 鍛鍊體魄 比喊疾病 你以後想要當什麼 我現在要當軍獎 因為軍獎開飛機 從天天等水的日子 變成滿懷抱著希望 非洲孤兒在台灣愛心灌溉下 長成鮮豔的花朵 也讓這股想要拯救黑暗大陸的 號召力越來越強 不光是老師們願意放下台灣教職 義工媽媽也從四面八方湧入 黃寶仙和陳雪蓉 原來在香港當美容師 一個月前 飛了二十個小時 來孤兒院當廚娘 我們都做得很開心 因為大家吃那些菜 我覺得他們吃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很開心 愛上這裡呢 真的這裡是很像一個真的天堂 愛上這裡呢 真的這裡是很像一個真的天堂 石頭國裡 美水的日子依舊 貧窮的生活依舊 但有一群孩子的明天已經不一樣 在這距離天堂最近的國度裡 在堆滿笑意的歌聲中 我們似乎看到那一道 足以趕走黑暗的璀璨曙光 我們可以去找遠征的天堂 歡迎回到生命的遠征 聚焦東飛大千禧 牛林一年一度的雨水朝聖 是地球上僅存最大規模的動物大千禧 但氣候變遷和人類聚落擴張 再再都讓千禧廊道變得破碎而惡化 如果沒有廣闊的草原 牛林將無法生生不息 大千禧是動物自然的本能 也唯有自然是永恆的 除非我們愚昧的毀了它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舒孟蘭 我們下次再會